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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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所有国家都生产自己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 就可以妥善运用各个国家的资源 最后大家都能享受到更便宜的产品和更高的产出啦 因此就经济学的效率面来说 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都带来好处啊 嘿呀 既然贸易会让大家都变得更好 不就是利大于弊吗 那还不赶快来开放 来来来都来 如果真的这么完美无缺 咱们会有人反对自由贸易呢 丁纪学家从HO定理中发现 在开始贸易后 出口国皇用的那个生产要素会变得越来越贵 但其他相对没有人要用的生产要素 而价格就会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要素均等化定理 这集怎么那么多定理啊 在现实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到 亚洲国家用大量劳动力生产产品 出口到欧美国家 他们的薪水就会开始朝欧美国家向前砍去 就好像两个不同高的水平 在中间开个洞让他们贸易 两边的水就会渐渐差不多高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觉醒来 发现某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突然暴增 这也会造成相关产业飞上云端 其他产业只会被打入冷冲 举例来说如果台湾有一天突然发现石油 那我们大概所有的外交伙伴都会回来 不是 那我们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石油天然气 对于非常需要能源的工业厂商来说 当然是好事一件啊 因此跟石油相关的产业都会开始扩张 但一个产业除了他们最重要的原物料以外 也会需要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才行 像是机器设备和雇佣劳工 在整个世界就只有那些资源的前提之下 其他产业就会萎缩了 这代表什么呢 通常在国际之间的贸易 虽然整体而言国家的总福利将会提升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利大于弊 但到底是你利我弊 还是我利你弊呢 国际贸易虽然可以召唤出 八颗星的新兴产业新贵和资本家 但是却牺牲了好多三四颗星的猪小企业才能召唤 八颗星的猪小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